字幕提供 余再春和程智美一個63歲一個59歲 兩個仍是神采飛揚大把東西 何時都說男人最好處 如果身體好又有行程日節 真的做得收歌這樣的年紀都還不行 先看看余再春歐陽振華 現在處於半退休狀態的Bobby 最近去了南京參加商演 見她一身Smart Castle 很帥 唱葉麗儀的上海灘廢灑之語 Bobby 拿著咪咪很有壓長感 又有中氣 台下反應都很好 很多現場的朋友都用手機拍片 整件事本身都很美好的 誰知網上花生有有有技光 說她身為香港明星要淪落到唱商演 真的有點淒涼 但很快就被網民秒殺 其他網民就說Bobby 現在隨便唱兩句都有十萬八萬 真的不知誰才淒涼 又有網民識貨 說Bobby 太太根本超有錢 Bobby 根本沒有做 現在出來商演只是賺錢買花 但其實以Bobby 這樣吸收 國內一場商演的籌路 怎只得十萬八萬這麼少 這些又不是辛苦錢 又做甚麼不賺呢 說完余哉春就說說情至美吳啟華啦 年過50的啟華 現在仍是好帥 和當年做醫生真是有得廢 吳啟華相隔百年 再到TVB拍劇做醫生角色 有記者問她無線點打動她出生 她說笑話有錢就行 真是好風趣 至於有傳她身家成十億 老江湖即是老江湖 吳啟華輕鬆說身家少兩個零就差不多 喂不是吳啟華 你這個十五歲女女吳啟儀 出入都揹著H字頭 價值三十萬的名牌手袋 那女兒小時候就這麼有牌場 傳你有十億身家 都似乎不是無的放錢 吳啟儀遺傳了爸爸的高瘦身材 還好美女 超有明星相 她快便會去加拿大讀書 讀完的話吳啟華看來 真是可以韌韌腳造星巴啦